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层 中间一半是屋子 一半是多 然后二层全部都是屋子 怎么说前面在外边呢? 因为它是一个建筑 也是一位吸引火残 反而是没有火残总是很简单 所以是屋外新种可以尝试去加一下 然后用的不是屋子 用的是原池 里面有没有放进去? 这个房子我先进的是石头 然后上的是这个闪称面做的一个外框 这些外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做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就是一个改良版的火残总量 然后包括这些原料都是非常非常好找的 这是我们家在屋外挖一挖就能挖出来的 而且它本来就比较宽敞 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小圈区是什么的 然后我大量的用玻璃 但是我可能觉得 就是觉得玻璃其实不太均实 这个房子最难找的一个地方应该是这个银属 因为我知道的是应该在几年那一个世界 才能找到这个银属 其实这个房子 它跟一个之前下的一般都不太一样 而是就是第一是个原料好找 第二是个非常简单 眼色上其实也是一个火残的 但是我感觉你火残就稍微要好一点点 然后大家有问谈热的 其实我最近没有开光影的问题是 因为我开的光影就会非常非常好 就是对于之前 就已经没有更 这个这个系列的事情了 但是我上次就觉得就是 不开光影的话 其实它就可以做完了 然后我的材质帮 什么的游戏也能够更新呢 就是今天是1.0.2 1.0.2 不是0.1 是1.0.2 然后 这个 没有 之前就是没有更新 在哪里 我现在 有的 有用的 很丁丁 定标 嗯 就是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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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怎么改地下的 就是 做地下 我们平常 之前来的 印度 一般都是 之前先挖一个地下的 就是 衣衫棒 有点多原料 然后去怎么 去做一个地下的 一个 生性的小物 好 辛苦了 拜拜 拜拜